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欢迎大家又来到港产汇馆 今天是2018年11月21日 出街日子已经是22日 请我的拍檔利斌立哥哥 利斌立 大家好 又是我李斌立 今天又和阿哥和大家聊一些 大家都很关心的经济 或者金融的问题 是啊 那跟大家说一说 我们这个 港产汇馆的小小事务 首先是因为 我们在12月11日 就录一首新的主题曲 或者叫片尾曲 叫什么都好 其实因为很多听众都说 听首歌都听到艳艳的 不如我们借录歌 大家相聚一下 不是吃完就算了 即是我们录完歌之后 真的会大盆当吃东西的 那天晚上是12月11日晚 我估计录音都要两三个钟 有法国来的朋友 有泰国的朋友 有香港的朋友 有德国我来的朋友 我自己本人 大家有兴趣就可以跟我说一声 看看还有没有位置 那些音乐 说到音乐 齐一哥就 拆开一点点 又说一下 经济有些关系 又跟音乐有关 这些诗词和纳门 很少人留意到 我们观察比较细微 今天是11月21日 昨天和今天 香港来了一队乐队 很厉害的 是美国来的 大家都听过 老饼之小小的 就是叫 Guns and Roses 哇 正的 这队很厉害的 吉他手Flash 大家都知道 世界十大Top吉他手 现在八九十年代 他去到哪里 哪个城市都暴动 很厉害的 那这一刻 他和经济有关 就是 因为现在很重要的 中美关系 这队乐队 原来有个角色 小小角色 因为我上一次 美国中期选举的时间 我看了一些片段 就是说 Donald Trump去一个 美国密西里 密苏里州的 共和党聚会 那新闻报告那里 那些人在等着 Donald Trump出场之前 他播过背景音乐 背景音乐 就是播了 Guns and Roses 成了一首歌 Sweet Child Oh Mine 新闻报道员 CBS的 Jeff Claude TOP的主播 就是千万美金年薪的主播 一听到几秒 他就说 他这首歌是Guns and Roses 就是听明白 在美国 听Guns and Roses 那些人就是他的支持者 那香港如果今晚 去听他的歌 那些可能是外国人 那些美国人 那些欧美的人 那听他的那些人 可能不知道是不是 傾向支持Donald Trump 那这个就 少少 拉扭到 是不是 那就是我 我观察到的事情 就是这样 那今天 那今天和大家 就由音乐爱来 说回股票 那今天就说股票 那今天就说一个 大家就 很喜欢 在Facebook 在很多地方 Post app 周时都讨论的人物 这位人 这位仁兄 是今时今日的 贵位行政会议成员 他并非别人 正是汤家华 所谓的花名 就叫做汤渣 那我今天和大家讨论 当然就是离不开夜场生意 这个题目 就叫做 即所谓 蜘蛛盒的名言 就是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我们今天的题目 就是性能力越大 爱责任越大 那就 其实这家公司 就叫做 现在命名之为 香港娱乐公司 Hong Kong Entertainment Group 那其实呢 当然 他就是几间夜场 组合在一起 就是重组又重组 但是他最奇特 就是先讲老板 老板 就叫做 现在街边 大家就叫做 Rana 其实他的姓 非常难读 叫做 Rana Chakrab Chakrab Rasset 那我呢 看过这位 这位主席 的小小背景 其实都极小资料 他今年38岁 你不论 很年轻 那么年轻 做主席 是啊 根据他自己的描述 他在夜场做了18年 換句话 他20岁就在夜场开始打滚了 很年轻 而且呢 他20岁呢 就 到现在呢 我估计是没有正式接受 这个正式的大学教育 但是他就在资料里面披露 就说 他完成了一个德国的BA课程 我估计都是网上自己 enroll 接着又可以读到那些 我自己估计 我看过香港的媒体 那么多份报纸 都没有说到他 因为说他是英国人 但是实际上呢 就是我自己在欧洲生活 都几年了 就其实姓氏 就可以看到你背景的 那么我翻查呢 其实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姓呢 就应该是尼泊尔裔的英国人了 因为那边 这个是一个很普通的姓 因为那边的 Prime Minister 都是这个姓 所以呢 所以呢 我自己断固呢 就很可能 他跟那些 Gerga 以前 尼泊尔 因为做夜场 首先第一件事 要搞定的 就是保安 是吧 你整天打架的 在夜场 如果你没有保安 搞不定 你看不住 那场 根本做完都不是你的 是吧 又或者多人来收片 是 以前我的朋友 开场 就很头痛的 经常有人来收片 那你的样子是可以的 收不到的 是吧 那些人打架都会用的 你是行的 你才是收不到的 打走你的人都可以的 所以呢 这位仁兄 我看来 一些都是不简单的 那香港呢 就确实是一个 傳奇的地方 也都创造了很多 傳奇的人物 那二十岁出来 就做夜场 到现在三十八岁 就上市公司主席 都不可以说 不聰明 那这个呢 为什么我先提这个 主席朋友的背景呢 其实呢 大家可能不多了解 但这个就是我亲身经验 都不止一次的 就是说 很多时候 一家上市公司去上市的时候 万一那个主席呢 他是一个 不是很有家庭背景的人 又或者大家質疑 喂 你是不是黑社会啊 黑社会怎么上市啊 那通常呢 做法是怎样呢 那些贊助者呢 就会建议 你会在管理层上面 就加一些 政治人物 那呢 就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你就会 联交所或者 这个上市委员会 就会觉得这家公司的 公司管治呢 就会提升了 那就不会怕你黑社会的 都给你过的 那这个就不是 今天这样的事啦 譬如我自己 年轻时代啦 那我 九十年代初呢 我们就预认了一只股票 大家今天都会认的 那当时呢 就 那当时呢 就 那个老板就是邓清河 那现在是委员堂 谁都会认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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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安集团当时上市有难度 厚厉斌 你知道为什么公安集团上市 当初有难度 那 是人事问题 是吧 人事问题 因为其实公安集团早期是做什么呢 是做居屋的 那些 装修的嘛 那 那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呢 那以前的居屋落成之后呢 在门口的地下 那间也是 有一间不知什么 在这个装修公司 在这内收单的嘛 是吧 就是 如果 如果 你要给他做 我拿这幢房子包来做 你不讓我做,你自己找師傅來做,他會搞你 記不記得? 這些都是江湖的習慣來的,當時 九十年代是很流行的,我覺得是這樣做的 所以他生意夠,上市做建築公司 做些裝修,不是大牌 但是,誰人都覺得這樣不行的 這些判頭是黑社會來的 會不會背景不英俊 於是當年 之前,加了李鵬飛 Ellen Lee,做了非參謀董事 一直都做的 一直都做的 所以往往,這個也是 金融界去解決這些 拳頭生意的 即是 不成文的方法 所以很多時候都會有這個 這個也解釋了為什麼 湯家驊無端端 林佬這麼大年紀 就去夜場裏面做 幫這位 38歲主席 提升他的公司管治 這算不算是 跳寶 其實你明白 夜場跟黃島獨離不開 晚上又有人吃丸 又有人做生意 而且香港金融界最多 每個都 晚上去到夜場 在西裝袋裏面 都帶著幾十萬現金 老闆 交收 很多屁股 要晚上交收 所以 無論你做 股票也好 做 賭馬 都好 去到夜場 很多都是 都來不開賭博 所以 這些夜場生意 就是 黃島獨 其實是媽生兄弟 所以你沒有強大的保安系統 是沒有可能做得好的 大家也都留意到 這間公司 除了湯家驊之外 還有一個鬼佬叫Peter Morgan Peter Morgan Peter Morgan其實 並非別人 大家知道 他們其實就是 一間公司叫做 知稅 以前很出名的警司 Clement Life 成立的保安公司 如果大家上網看回 這間公司 就是Clement Shield 因為Clement Life成立 這個Clement Life 是英俊 年輕人 很英偉 如果你看回圖片 就是 朱鎔基來訪問香港 都是他站在旁邊 就是G4 很出名 他成立之後 現在成為了警隊 高層俱樂部 所以經常接到大單 APEC的單位 他都接到 這間公司 換句話說 上市之後 保安的事情 就肯定交給他做 那 這個就是 就是這樣的 formula 總之 做夜長生意 你沒有強大的保安系統 你是做不到的 那 怎麼解讀湯家驊呢 市場上解讀湯家驊 就笑到你躺在那裡 因為 很多人都說 就是 把他的 file名 改成一個數字 你知不知道是甚麼數字 哈哈 很幸運的數字 哈哈 大家都知道 就不怕說 這些 大家就叫做湯十一 湯十一 這個字 十一點來 大家就不用敏感 很多東西都叫十一 大陸十一日叫光棍節 十一月十一日叫光棍節 你不需要對號入座 我們 以前都經常衰十一 我們很多同學衰十一 我們八十年代讀書 我的同學說 死了 又衰十一 我說衰十一 你知道衰十一是甚麼 會計學的同事 讀會計界的同事 因為我們那時候 我們有一科 我們分了三個level 考ACCA Level1 Level2 Level3 Level2有一科 很沉悶的 叫做2.8 叫做 Regulatory Framework of Accounting 讀完之後 十一個音 哈哈哈哈 所以 每個人 整天肥了這科 問你肥了哪科 考試 又衰 又衰十一 衰十一 衰十一 好多是解釋的 他要對號入座 也沒辦法 我老友和我做的節目 混水哥 很有趣 用了十一這個字 寫了一篇文章 真是活該 我隨便讀兩句 他就說 他經常都光顧這兩間夜店 剛剛上市這間 多年來的花費都花了十一萬 接著就習慣結伴十一人同行 每次都十一點 就約在七十一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個人 所以 換句話 湯先生 自從把靈魂出賣給別人之後 說真的 全香港人都爺餘你 你以為最惡劣的事情 其實大家都知道 但是你交了給別人 你以為最惡劣的事情 沒發生 其實我現在都覺得很惡劣 因為我自己 我記起 在2005年 我還在 遊走於香港和大陸之間 很多客人在大陸 有一天 我就在乘直通車 去常平 即是香港人 視之為聖都的常平 即是東莞常平 因為直通車到的 我的客人在常平 2005年 有一天 坐在我後面 和他的朋友 並非別人 只是湯家驊 我也奇怪 為什麼後面有些人 不停在說話 又說英文 說得很好 又說得很開心 沿途你知 由紅暗出發 直到常平 都只有一小時 那個鐘頭裡面 雞刀不斷 整群馬佬在說話 個個拿著高義夫球棍 我當時都在想 這個不是我認識的公民黨 那時候是公民黨 所以就拿著球棍 你知道 常平有幾個場 日後拼完 晚上可能又有其他活動 所以當然興奮 一開始 因為人還沒落地 在火車上就已經來了 是嗎 哇 開心到 整群人都走出來 我在前面坐在那裡 跟我拍檔說 我真的想不到湯家驊這麼風趣 這麼豪情 所以 有時候 往往的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 當你玩過龍 可能會中一招 所以 今天的話語權就不輪到你了 今天就要緊跟路線 特區政府說什麼就是什麼 西環說什麼就是什麼 是不是 就不是以前的 就是年輕才俊 不是大佬QC 還有最年輕的那種 現在就沒有了這種身份 現在就任何人在網上 講關於湯家驊這件事 都很多 最近老順 另外有個老順 也都寫了一篇文章 笑他 這裏我就不用說了 總之 這個性能力越大 愛責任越大 都對我來說 就真的要一個教訓 所以 這間公司本身就沒有什麼好說 我自己看過的數目就沒有什麼 除了有個群人很大的 因為收購其他兩間公司之外 有個群人有八百多萬 沒有什麼特別的 那 是啊 我對這些都有接觸過 看過一下 過去的幾年都有幾間 出名的 例如Magnum 是吧 Magnum就 一早 上了市 早幾年 主辦 只有兩間Club 北京Club 還有Magnum Club 在布林頓街 爛鬼幫口那裏 就已經夠數上市了 然後有些小的 巴克斯菲 還有一間叫Club Cubic 在澳門新奴天地 就是一間Club 六慶娛樂 那些都上市 上市沒有所謂 都是炒一轉 然後下回來 Magnum就一上 那天就馬上賣了 學服務賣了 這些都沒有所謂 你做什麼生意合法的 你能夠上市之後 跟股東賺到錢的 沒有所謂 但是說到非執董的問題 就說 湯家驊 他這麼年輕的香港 我想現在 以倫茲排輩 因為老的那些 走了 剩下 沒有多少 他那個地位 還高過余若薇 高過梁家傑 高過的 高過的 那個程度 那你 你做行政會議成員 是吧 首先要通過品格審查 是吧 另外還有一件重要的 你行政會議成員 是精英來的 你應該帶領整個 香港的社會 你走去做間 這樣的公司的非執董 一年最多 就是15萬 20萬 排面 收那個非執董的費用 是吧 你不會限了十幾二十萬 去做 就是 書卷降貴 就是將自己的身份 將行政會議拖到一間 夜場那裏 是吧 香港做的行政會議 比英治時代那些 太古大班 彭麗治那些人做的 那些行政會議 行政局 是吧 現在變成這樣 還有一個 張國軍 貴為民建聯的副主席 是吧 又走去做那間 2680創新控股 那間 啤學sponsor 是吧 市值了兩億幾三億元 那你就 行政會議 走去做那個 非執董 是吧 都相當之 就是 降格都很緊要 完全都 就是 香港政府最top的 那個行政機關 會 會走去做這些 你不是走去做太古 以前做匯豐 你找一間 我沒有聲音 找小米做 我也認為 好過 就是 大一點的企業 這個真是 香港一個怪現象 現在就是 東西越來越降格 本港的企業 就真的是這樣 如果大陸的企業 就動了幾百億幾千億 香港企業 說真的 我們本數怎麼做這麼大 做到僅僅夠上市 都 牙血都出賣了 是吧 老實說 我也覺得可能你是有利益衝突的 就是你做非執行董事 那 你經常在下面跟那些妹妹仔玩的 那你會不會影響你作為一個獨立的董事的判決定呢 是吧 你要給這個independent board的 那 所以 這些 可以說 這些corporate governance 就越來越差了 那我們第二節回來再說 好嗎 因為剛剛時間到了 好 稍後回來我們再見 那